幸福食堂 欢迎光临 远雄新未来三提供 大马 是为你的朋友听我的 你们都快结婚了 不要再为这种小事吵架 对的 真的不是我想要吵架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现实面的问题 我跟我未婚妻的薪水 加起来就是只能够租房子 但他就要我买房子 他要我今年就贷款买房子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压力到底有多大 不是 如果他想买就买给他嘛 如果你们有缺多少 我跟你说我跟我们老板结 不是 大马 不是啊 结账账 你要听我的啊 还跟老板结 你要听我的啊 我自己去听一听 什么叫做听你的 你听听我的好了好不好 Fred 你在说什么啊 你是怎么安慰你的朋友 还有你干嘛叫那个胖弟弟跟我借钱呢 不是老板你有啊 什么叫做我有 你要知道我也要过我自己的日子 我有我的老婆小孩要养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买房子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懂吗 我怎么了吗 你就是很白目啊 喂 Fame 欸 wright 术icoF 수가两位好 请坐 谢谢谢谢 刚入完影吗 我看起来很累嘛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你忠实粉丝 你是鼎鼎大名的财经专家 阮木和阮大师 我都有看你的节目 所以我看你的衣服就知道 你应该是刚收工 肚子有点饿 想过来我们幸福食堂 想喝一杯吃点东西对吧 没错 你想吃点什么 好 所以主持可以指定吗 可以 所以你只要赶点 我们就做得出来 好 那今晚我想来点 厨佛Fred的牛肉料理 可以吗 没问题交给我 我去准备 打探一下小道消息好不好 好 你刚才来录的是录影录什么 其实我正好是录啊 小资族到底该买房还是租房的主题啊 哇那真是太巧了 我跟您说 刚才有年轻客人在这边抱怨 他好像喝点酒他有心事 最主要是他未婚妻要买房子 但是这个年轻客人呢 他只租得起房子 两个这些事情大吵一架怎么办啊 我其实就告诉你啊 这种夫妻或情侣啊 为了买房或租房吵架 时而又所闻啊 这很常见的啊 是是是是是 其实我也蛮赞同你的这个论调 但是有个问题是 他房贷负担不起 那该怎么办 那当然在租买上面呢 买你还是要量力而为 考量自己的一个首购的能力 那其次呢 我们观念上面要对了 也就是说呢 其实为什么鼓励大家买房呢 你想想看你租房子租个十年二十年 以现在目前的利率跟贷款的期限来讲 其实跟你付房贷差不太多 可是呢你如果十年二十年 租房租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 可是如果说你是付房贷买了一间房子 又符合你自己的能力 你是不是十年二十年后有一个自己很保值的资产呢 你住得也安心 而且长期呢 你又有一间这个有价值的房子 这不是很好吗 大师就是大师 你说的真是太厉害 我觉得你比尤达大师还厉害你知道吗 你一讲中讲白话我们都听得懂 你刚刚讲那个买跟租的观念 我让我突然想起 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求婚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跟我太太求婚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我爱你 我只跟他讲说 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是男女朋友的话 那么永远都不会有婚约证明 你要不要考虑嫁给我 然后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了 你的还是你的 我的还是会分给你一半 我用这句话打动他 所以说现在想起来 我太太是把我当成一个物件在购买就对了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很棒 但是还是有个重点 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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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年轻朋友连资备款都很困难的话 那怎么办 好 那买房子当然最重要就是首购 首购的话就最重要就是资备款的问题 我刚刚有跟你讲说量力而为 选择你工作地点延伸出去 大概车程30分钟的地方 好 那交通又顺畅 相对的距离上面 房价会比市中心低很多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小换到大 然后另外我们从郊区换到市区 由小而大 由郊区到市区 没错 而且是对于首购的朋友们 你的可能说这个经济能力 目前还比较有限 所以说可以参照这个原则 循序渐进 没错 就是这个观念 那我想请教一下 今天跟你讲话不用付通告费吧 不要 我想请教一下 我想请教一下 那除了钞票 除了金额之外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要注意 好 那当然我们买房子很重要注意 就是说你买的这个建商 到底有没有品牌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你要注意大环境跟小环境的问题 品牌这个事情我知道 有品牌的 有信誉的店家 这个建商当然会比较守信用 盖的房子会比较好 可是您刚才说 那个大环境跟小环境 请原谅我太鲁钝了 我真的听不懂 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好 这个大环境小环境 本身比较抽象一点 这个大环境我们一般来讲 就买房的氛围 现在目前到底是不是适合买房 也就是说我们看整个大环境面向上面 那我刚刚又谈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现在利率这么低嘛 所以当然氛围上面 年轻人就是倾向首购的话 他们就是买房了 所以在氛围上面 我们主要是看房价 另外看现在目前的整个经济状况 跟利率的状况 那小环境大家就理解说 譬如我买了这个地方 到底它的学区好不好 它的生活机能好不好 社区有没有绿化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所谓小环境 那这样子我懂了 不好意思 小环境就是太太漂不漂亮 贴不贴心 大环境就是岳父岳母 好不好搞定 每年要的红包 会不会很多 这些通通要考量进去 太棒 你刚刚说什么对不起 现在真的大环境 有点糟啊 赚不到钱的东西啊 你现在讲这句话 一直冲着我讲 我明明有少付你薪水 老板你误会 我一直说食材成本业高啊 对你来说你赚不到钱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贴心呢 Fred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吗 你一直在暗示 我要加你薪水 对不对 其实如果能加薪水也是不错 请你快点上菜 哇 压干香葱牛脆酥皮卷 哇还有压干啊 真的是想不到啊 那个刚才大师不说只要牛肉吗 为什么放这么多料 不是我刚刚在做菜的时候 然后听大师在讲的时候 就觉得少了一个东西 然后在做的时候就想说 啊压干 就是少了压干 所以我就宁静一动 然后马上去拿压干出来 就煎了它 在我们幸福食堂 其实来这边就是要物超所知 特别的体验 我就知道来你们食堂 有一种什么都有的感觉 谢谢阮大师 赶快趁热吃 谢谢谢谢 先品尝一口看看 因为阮大师一句话 一只鸭子又遭殃了 谢谢 其实这边有一个看板 对 他刚刚讲的好像就是 你刚刚讲的东西 远雄新未来山 位于A7捷运站旁 文乐特区 有公园 有学校 有商场 周边还有科技园区 什么都有 根本就是未来城市 卖哥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 A7捷运站那边 真的有那个发展性吗 其实我也蛮好奇 你知道吗 今天如果没有遇到你 的话不好意思问 还好遇到你 大家都在提A7重化区 它未来有什么发展性吗 好 那A7就是机场捷运的A7站 首购族 大家目光瞄准的地方 所以说我蛮建议就是说 想要选择人生的第一间房子呢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看 为什么会专门针对 首购族来做这番建议 好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 现在利率很低对不对 那利率很低的另外一个环境呢 就是房价到底高还低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去发现 其实在这一个区块里面 它的房价积极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 或是新婚夫妻来讲 他们是比较好入手的一个区域 那不管是买第几栋房子 或者是第几次买房子 我们都希望房子可以保值 那为什么可以保值 就是它一定有优点在 那关于这一点A7重化区 它有什么优点 A7重化区它优点很多了 比如说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有全台湾密度最高的大学 那另外呢 就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它其实周边的产业园区 现在目前有四个 有四个 对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华雅科技园区 这个大家有听过 另外呢 它附近还有长庚医院 这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 大型综合医院 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它其实又有捷运站 那另外它的生活机能 已经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还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我等一下可以把这些资讯 给我那个朋友 我觉得对他会很帮 你在记笔记哦 对啊 哇你真的很贼哦 遇到这么有水准的 财经专家来就在记笔记 真是 就打搅人家吃饭时间 先用 谢谢 Fred你今天这道料理 真的太好吃了 让我猜猜看 到底这道料理多少钱 您今天来到我们幸福食堂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客人吃的所有料理 该值多少钱 由客人自己决定 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么做才更符合 我们幸福食堂的 幸福两个字 哦也就是 富越多 幸福越多 话不是这么说 我们没有这么试快 简单来讲呢 客人喜欢吃就多给一点 客人觉得不好吃 不喜欢吃的话 就少给一点 什么叫幸福 客人喜欢最重要 好那一言为定 这样子吧 周五 这 一百后面加两个零 一万 太少吗 不不不不不不 这个 这个幸福太大了 谢谢谢谢 谢谢莫哥 谢谢 好啦 那就这样子吧 两位下次再见咯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阮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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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大师出手一点都不软 他出手好硬啊 谢谢